第一次神給人最好的禮物呢 我們一起讀 第三個禮 好不好 因為這 神的福祖人怎麼接受呢 翻過來 因為 一起讀 好不好 一時生來就有人的靈 能夠明白神的話 好 怎麼明白神的話呢 再翻過來 這裡就有一段聖經神的話 要明白嗎 所以呢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 好不好 上面 聖經能 解法人 聖得人 聖明 聖得人的計畫 好 那這裡就帶他讀下這一段聖經 還有一個人沒有 沒有的我們可以這個 如果說是 大部分有些人可能都知道 有些人可能是需要看一下 參考一下 這一段呢 讀喔 讀的重點在哪裡呢 就讀完之後啊 就問他一下 最好是他能夠跟我們一起讀 但通常呢 他也不見得會 那我們就跟他讀 讀完了 讀完之後就問他一個問題 說請問 你曉不曉得什麼叫做 耶穌在海上行走 那他會怎麼回答呢 他通常還是一樣 沒有答案 或者搖頭 或者說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說好 那我們來讀一下註解 好 請請讀一下註解 註一 這就是 耶穌在海上行走的意義 好 那 主能克服一切的困擾 那他怎麼能夠來幫助我們呢 好 我們還有一個註二 註二就是接他上船 什麼叫接他上船 我們一起讀 我們必須將主接到我們的船上 這裡面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是照著念就可以了 只有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稍微改一點點 將主接到我們的船上 我們的 你看他一副沒有結婚的樣子 你就不要講婚姻生活 要講接到我們的學校生活 家庭 事業 等等 然後呢 好在我們人生的禮服上 與他同享 平安 平安 就各位同學 你願意 以神來赴福你嗎 你願意 以這位神 同享平安嗎 你願意 必須rar 平安 平安 要把主接到我們的 接到你的船上 現在我為你祷 카� terror 我為你的祝福 請你给我禱告 就大家禱告的事 但他怎麼禱告呢 就照著這個禱告都沒關係 頭 bah generally 因為大家就說 isso 你带他祷告 然后你就跟他讲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因为通常呢 人家听到要祷告之后 他的反应就是不知道怎么祷告 所以说你说完 说我要带你祷告 完了之后呢你就讲 说现在怎么祷告呢 就我说一句 请你跟我说一句 很简单的祷告 主耶稣 你跟他讲 他跟我也讲 主耶稣谢谢你 你能帮助我克服人生一切的困扰 我要把你接到我的人生里面 使你与我通常很难 就类似像这样 很简单的 大家来给你祷告 那我们 OK 我就不要讲那么多 因为我们接触的同学里面 有些同学很常拍的 他就会讲 因为我们是进到宿舍 和他聊天 和他聊一聊之后他会讲 他的困扰就是什么联系关系 或者是什么功课 那你就在祷告的时候 特别要帮助他 说主啊 谢谢你带我进到大学里面 请你帮助我 来克服我学业的困扰 克服我人生所有的困扰 就带他有点祷告 就这样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祷告完了之后呢 后面就非常重要 就是你就直接 那个信主 信入主的 就能永远生命 就跳过去 跳到哪里呢 你需要一本新约 圣经规赴本 圣经规赴本 然后呢 这个重点 下面有个新约 圣经规赴本 追求小组 欢迎你参加 好 那你这里有个 要他参加追求小组 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张问卷 那张问卷上面 只要 我记得 我们一般做的是 只有三个问题 三个都是 勾就好了 那他的有量 他就说 可以勾 一个是勾 每天有读经的 另外呢 一个是要勾 要不要发给他 DRS 其实就是E-mail E-mail的圣经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 他要参加我们的 那个读经小组 好 那你就拿那个问卷 来接触他就可以了 好 那 那我们这次的重点呢 就是说 一般呢 我们填完问卷之后 我们都会有 我们都会有个想法 就是说 我拿到了他的电话 拿到他的E-mail 到底有没有用 你们是不是这么想啊 很多时候 我们接触很多人 结果呢 没有下文 这次呢 我们所有拿到的 都有下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 寄给他ERSG 什么叫ERSG 你听不懂 你就 没有关系 有人会帮我们 做这件事 因为一般人呢 他是这样 特别在外面 他不会给你真正的手机 通常他会改动一些 变动一些 变动一些号码 自己变动 所以你打就 查不齿了 但是呢 他通常会给你 真的E-mail 因为他不怕你进到他的E-mail 所以呢 你拿到那个E-mail 那我们就 会有这个 ERSG 每天寄给他 那ERSG 现在非常进步 你寄给他之后呢 我们一周之后 就會有反应 他会列表出来 那 有些就是要寄好 寄好的就是 天天都打开来看 他会自动做统计 那你不要告诉他 我们特别要统计 不要 不要做这个 这个在美国的话 是侵犯隐私的 是犯法的 台湾这封面 法律并未界定 但是 你不需要告诉他 那 然后呢 他就会有记录 那我就根据他的情绪 可以给他有合适的帮助 所以说呢 现在拿到他的东西 都是很好的 包括 如果说他手机号码是真的 那我们就赚到了 我最近呢 也按了一些手机号码给人 非常有效 真的 有些人呢 你喝他素 就是说以前 都是不认识的 那你一下子怎么喝 喝他熟悉呢 你想想看 有些人 你寄给他email 他都可以给你放到 那个垃圾信箱里 通常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还是有些人会打开 所以有些人打开 你都赚到了 那手机号码就很有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 把手机号码删掉 这个还没有这么进步的东西 所以说他必须要看 看那个手机 通常简讯来了 我多少都会看一下 那我问一下在座的年轻人 你觉得 年轻人 你会不会有手机的警局手 他们就没有也不好是举手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 所以你只要有手机 你都抓得住他 然后你呢 那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你就可以传一些简讯 就是一种关怀他的简讯 你最近看那个 你现在拉一行车啊 最近迷失离子啊 状况迷失啊 发现小文青的离子 按时的发给他 按时去简讯给他 他的心慢慢留着 所以说呢 我们要的这些资料 对我们而言 现在都叫做有用了 那不管如何啊 我们现在好好跟身边的操练一下 操练一下 跟身边的稍微操练一下 练习一下 如果有不懂的 跟身旁的再切除一下 练习一下 好不好